美国在发生警员疑似过度执法致死黑人男子的事件 美国明尼苏达州警员在刚过去的周末 为了制服一名飞翼男子 而勿将手枪当作电击枪 措手杀死了对方 结果点燃了民众的怒火 数百名抗议者无惧宵禁禁令 星期一继日走上街头 要求警方还死这公道 结果爆发了警银冲突 尽管当地州长已经是颁布了宵禁令 但是抗议者依然是走上布鲁克林街头 和警方对峙 为了避免示威活动升级 镇报部队发射了闪光弹和催泪弹 驱散群众 警方强调莱特的死亡完全是出于意外 警方并没有蓄意开枪射杀莱特 美国总统拜登也呼吁民众 保持和平冷静 等待警方展开全面调查